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说人活着什么都不做 可怎么办听 就是不知道怎么办 后期我就慢慢的 就是通过时间的消化什么 我就觉得有些事真就是 不要去做那些事 想那些事把自己先搞好 我觉得这一点很简单 自己只要每天就是心情舒畅 自己高兴 少管别的事 那你慢慢的就是你 慢慢的自己就是说 那个厌制起来的 你才能去 有一些事你就能 适当要参与参与那些 我现在就觉得 得跟正能量人在一起 得跟幸福的人在一起 因为我这有这个 就是你有这个东西萌芽了 你就喜欢跟幸福的人在一起 就是在一起 就是融在一起的 每天就心情好 就是这点很简单 现在 这点我做什么吧 还没那么确定说 我能做好这个事 那件事 但是慢慢来吧 反正心自己 首先要为自己整好 就是这一点 然后还有就是说 孩子的事 我现在就是不管 以前总说 为了你好 就是觉得 你算是怎么管 比如说带带孙子了 或者什么 这个出点力气 这件事情来做 就是包括 儿子和儿媳妇这一块 我就觉得 以前总是好像说 就是以爱的名义 我就管你这 管你那 以那个做的不对 这个做的不对 总想让他说 管起来让他好 现在正相反 就是放手 别管 他们其实 替我们做的更好 就贪这一代言 就超越我们这一代言 你为啥要总是担心呢 总是挑他毛去呢 我现在就不管了 就是我就对儿媳妇 孩子都好 慢慢来吧 今天 非常之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